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坐短途机的经验 过了去关之后 先进这个Premium Lounge 坐下 因为这里里面有食物 又有饮食 又有饮食 都是挺好的 不过今天这个菜单 就不太合我吃 所以我就没有吃到东西 只是拍摄一下东西 我又想说 这个服务是挺好的 因为职员很快 经常感觉到食物 所以你们不用打崩头 争着吃 刚好在Halloween 这里的甜品都跟着 都做得挺漂亮 我没有做食物 就只是做了一个热礼物 去酒店问姐姐拿柠檬 然后在茶水间自己做 这就是刚刚一出紧口 转右便是 上飞机了 等这么久 自从疫情过后 我随身都带着这瓶小小的酒精 上飞机的时候 我坐窗口都会先擦一下 因为自己的头部会摸下去 也会把前面的视线 因为你会摸 今次的机器不是很满 一个人坐三个位置 挺正的 因为今次自己一个人 相机很无聊 没有WiFi 是完全生存不到的 所以马上看看它是如何收费 普通的就是$10.25 一小时 整个机器就是$18 Ultimate应该是快点 就是$13.75 一小时 整个机器就是$24 全程是免费 只用文字讯息 有没有WiFi 有睡不着的情况下 当然是打下机 试试这个Luggage Link 第一次玩都不知道它玩什么 真是很模糊 应该就是说 你是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东西 现在这个就是Basic Mode Basic Mode就是 看看行李上面的牌 照片是什么 你就给它什么的照片 所以这个都可以 但是再上一个 Advanced Model就是数字 就是它称一下这个行李很重 然后它有个range 你就按它是哪个range 一来它的时间会短一点 二来数字不是那么敏感 我看到有些丫头 有时候会刺错 而且它的感应不太好 所以刺一下刺一下就很aggressive 又要很快 又刺不到 结果不断大力刺 刺到前面的哥哥 转着问我 你可不可以刺轻 真是很老价 后来换了个位置之后 前面没有人 那我就可以放心刺 不过呢 这个Game就好一点 因为它是节奏慢一点 只是捉棋 你不要让它五粒棋 连在一起 那你就赢了 但是呢 都很难捉 对于一个没有脑的人来说 我输了19铺才赢他两铺 但是都真的很Q time 因为要想 所以刺一下刺一下 很快就下机了 拿了行李之后呢 我就今次选择 试下用Uber乘坐车 都是24元而已 其实真的很划算 大家下次去温哥华 可以尝试用Uber 不用租车了